那么刚才呢 我们是对钢笔所绘制的路径的结构 进行了一个认识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们来对它绘制过程中 还有哪些配合的工具 来进行一个学习 好我现在呢 换到钢笔工具啊 来给它进行一个路径线的绘制 点击 点击拖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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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呢 就绘制出了一条路径线 那么画出来路径线之后呢 如何再次对它进行调整呢 先说第一个操作 添加点的操作 我们将钢笔工具 放在路径线上 点击 就可以完成点的这个添加 包括呢 像这个地方点击 好像这里点击啊 都可以完成点的添加 你想删除怎么办呢 再放到它身上啊 再点击一次 就可以完成删除的这个操作 这边也是 点击就可以删除啊 好 这是关于路径的添加与删除啊 在路径上点击 添加 再点一次 即可完成删除 或者说你选中这个点以后 按住滴滴键 也可以给它进行删除 但是这种删除的区别呢 就在于 它会将我们的这个路径 分成两份 这个呢 是区别啊 用钢笔工具 删除 只是删除点 然而呢 你用滴滴键删除 会把整个路径 分成两份啊 注意这是一个 在删除上的这个区别 好 那么像这个点的话呢 如何去修改它的位置呢 修改位置的话 我们要配合 这两个工具 一个呢 叫路径选择工具 一个呢 叫直接选择工具 那么为了方便起见啊 我们以后的话呢 叫路径选择工具呢 就简称叫小黑工具 因为它的这个工具 就是一个黑色的这个鼠标啊 那么下方这个工具呢 我们就简称叫小白工具 小黑工具干什么用的 它叫路径选择工具啊 它可以对整个路径进行移动 这是对整一个路径进行移动啊 那么第二个呢 叫直接选择工具 也就是小白 小白这个工具的话呢 它可以对我们上面这个锚点 单个锚点的位置进行移动 那我可以用小白工具 框选这个锚点 好 选中之后 只有它是选中状态 其他的地方呢 为空心的啊 就代表没有被选中 选中以后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进行拖担 这样就可以呢 去移动 它的位置 并且我们也可以呢 去移动这个控制手柄 去调整路径线的一个走向啊 都是可以的 那你给它拉长一点 或者说拉短一点啊 都非常的这个自由啊 很自由 这个就是小白工具和小黑工具的 它的一个使用啊 会经常配合我们钢笔工具的 这个路径线一起呢 进行抠图 那么来说一下一个便捷操作啊 更加方便的这个做法 其实呢 我们在钢笔工具情况下 比如我正在画东西啊 在钢笔工具的情况下 按住Ctrl键 就可以切换为小白工具 也就是说你不用自己再换到小白工具了啊 你在钢笔工具的情况下 按住Ctrl键 它就是小白 那有了小白之后 你就可以选中它 去调整 但我此时此刻啊 一直按着Ctrl键的 没有松手啊 没有松开这个手 去移动就行 这是第一个啊 便捷操作 那么第二个便捷操作呢 是这样子的啊 如果说你手动选择了小白工具 你这是你手动选择的啊 当你在小白工具的前列下 按住Ctrl键 会变成小黑 变成小黑 变成小黑之后呢 就可以对整体进行移动 那如果说 你这里选择的是小黑工具 按住Ctrl键 它会切换为小白 它会有个互相切换的这个功能 就不需要我们来回在这个地方 来回去进行点击啊 其实这样也挺浪费自己的这个时间的啊 所以这个操作呢 也是要去学会的 那个东西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才所说的这个内容啊 那么刚才的话呢 我们是说了关于我们路径调节工具啊 有两个 一个呢是路径选择工具 简称小黑 第二个呢是直接选择工具 简称小白 小黑的话呢 可以对整个路径进行位置的移动 锚点为时心 代表当前全部为选中状态 而直接选择工具呢 简称为小白 它可以对单个或者多个锚点 进行位置的移动 时心的啊 代表是选中 空心代表未选中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框选的方式 选择多个锚点 或者说呢 按住shape键 就可以完成这个锚点的这个加选 那么它的操作呢 是这样子的啊 那你看我现在切换到小白工具 那我可以选中它 再加上shape键 我就可以进行一个加选 那选到这三个之后 再去移动 那这三个点 也就会跟着 一起去完成移动的这个操作 在这个工具中 它的操作技巧是 如果说你在小黑工具的前列下 按住ctrl键 就可以临时切换到小白工具 而如果说呢 你是在钢笔工具的前列下 按住ctrl键 可以临时切换到小白工具 都是一个键 就是ctrl键 ctrl键在钢笔工具中呢 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 这么一个开机键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关于我们路径调节工具的 这两个的一个这种使用啊 就是说现在你维持他们的 键取在铺面上 然后你们把这个相似的 他们的办法 就把证明的 牵住在哪里